中国歌友们,你们好,新春快乐,欢迎大家参加2022年春国际民歌网络现场同步拍卖分享会。 我是弗斯特拉夏威尔,来自比利时,我是一个自身歌友,过去五年,我一直都是在单独比赛。 最近几年,我也取得了一些很不错的成绩,比如几年前我获得了比利时KBDB全国冠军,同时也在全国KBDB冠军赛中获得了三次亚军。 最近几年,我获得五次国家赛冠军,比赛距离从500到800公里。 那么最值得一提的是,有超过850位不同的歌友,使用我歌社中的赛歌的后代,获得冠军。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,盖比·凡德纳比的新闪电号,她是我歌社中巨星的孙代。 另外,还有一羽巨星的侄女,以天梅尔浪的伊莲娜,她也是拿邦国际赛冠军的母亲。 盖比·凡德纳比的新闪电号,获得了2014年图勒全国一岁哥5731羽冠军。 另外,还有一羽巨星的侄女,埃利克·林伯格的黑魔力号,获得了波平纳国际赛的冠军。 黑魔力号的孙代,又在2020年,获得了卡尔国家赛冠军。 去年,我歌社中大多数的赛歌主要是,乌诺、潘特、奥拉拉、巨星、特优雄学系。 以及最近的艺术家学系。 最近两年,2020年和2021年,我的歌社和我支援的歌友的赛歌,获得了八次国家赛冠军。 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名字。 两年前,我获得了查特鲁国家赛冠军。 2021年,获得了拉索特年国家赛冠军。 用的是我歌社中的新星,宝石号,瓦朗莱姆获得沈赛冠军和全国歌王亚军。 歌子也是我的血系,潘特血系。 乔斯·弗卡门也用潘特血系,在二、三十年间获得了成功。 还有一个很不错的例子, 艾利米·冯黑。 她2021年,赢得了两次国家赛冠军。 一支直接出自特优雄,有75%佛斯特拉学系,另外一支有25%的佛斯特拉学系。 同样在2021年,克里斯扬获得比利时KBDB国家长距离歌王冠军。 她的祖父同样也是我歌社中最好的异域赛歌。 2011年,450公里冠军。 2021年,德国全国歌王冠军和全国歌王四名, 有25%和50%佛斯特拉学系。 非常高兴能参与本次拍卖会。 我保证我提供的鸽子都是我歌社主力配对作与的子弹。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并为你们带来好运。 感谢赛歌天堂组织此次拍卖会。 感谢中国歌友。 祝你们在2022年飞出好成绩。 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